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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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希特近日擔任了綜藝國際夫婦的主持人 在節目預告中 他和節目組進行了事前會議 當節目組詢問他有沒有結婚的想法 時金希特爽快的回答 完全沒有想要結婚的想法 引發網友們爆笑 事實上先前金希特在我家的熊孩子中 也和兩位已婚的前輩聊到了婚後的生活 當金希特聽到花自己的錢買東西 也要經過妻子批准時 頓時露出驚訝的表情更直呼不敢相信 依照金希特的反應看來要等他結婚 可能會有很長一段時間呢